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姓陆名球 自招摇 别怕现在景象 以后自会有整个江湖 让你们记住 小度明星专访 撩你想聊 补出新料 嗨 百度视频 还是白露 首先请用白露的方式撩一下镜头前的观众 白露不会撩 谈恋爱嘛 会宠你的那种 招摇是一部大魔王和面大魔王的故事 那你觉得招摇的哪些地方确实让你觉得是魔王 目前来说因为招摇巅峰时期比较短暂 然后他所有能体验他魔王的几乎都在闪回里面 然后就是这两天播的有一些情节 就是闪回我之前怎么封印洛明轩呢 然后就是我看得也非常的爽 就是昨天我看到一段闪回 我都特别激动 就 啊天哪 跑不上啊 就这样 自己演的时候还爽 没有 演的时候也挺爽的 就是我每次跟洛明轩见面都说你怎么还不死啊 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还不杀我 就是这样 招摇中摇蓝CP的感情有过几段完成不同的阶段 你最喜欢哪个阶段 我最喜欢就是中后期他们彻底解开了误会之后 就是相爱在一起的那个阶段 拍哪个桥段的时候给你印象最深 我记得是后来招摇有一次病重 然后他一定要 就他要救他是需要张武出一份力 然后江武要立成蓝跪下求他 你跪下给我磕三个头 我就帮你了 就是那一场戏 因为立场人是贴物的话 地鼓趴他不会给任何人下跪 但是他为了路照要下跪了 那就挺 挺感人的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摇蓝的轻易戏 你觉得会是什么 荒唐 荒唐 我就是来找你的 嗯 挺 玩手机 没有 就是 不玩戏之后对一下上一场台词 然后玩了之后就看看手机啊 或者说有的时候他会玩一下游戏啊 这样子就各自休息一下 摇篮CP和录制CP你更替哪一队 嗯那肯定是摇篮啊 招摇中你说的最多的一句台词是什么 莫青 小丑八怪莫青 感觉梦里被舔到了 后面会经常叫 你觉得招摇是没法大支题吗 是吧 情商特别低 我都急死了 那你感觉就是谁都可以勾搭一下 对 你会羡慕他这种鲜脚大的状态吗 就谁都勾搭吗 哈哈哈 挺好我觉得招摇活得挺自在的 这些不管别人说什么 和许凯在招摇的绝戏 与在烈火军校中绝戏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嗯就是能感受到两个人都成长了 你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最大的不同 因为招摇相对来说感情系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烈火的话就是在烈火军校里面的生活啊 包括一起去出任务啊这些 作战的会比较多一点 许凯给你的出印象是怎样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帅哥 哈哈哈 现在呢 现在是个又会演戏演戏又认真的帅哥 和许凯对戏与和刑招领对戏感觉哪里最不一样 跟许凯更更放得开一点嘛 因为跟许凯很早前就认识了 我们差不多时间签了公司 就是拍照之前就已经是朋友和同事了 就更能熟的来一点 多年来一直误认为自己是天秤座 你觉得自己哪里最像天秤座的 选择恐惧症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查 自己可能不是天秤座的 是我们老板告诉我 他给我算了一下心盘 说我是处女座的 然后我还不相信 后来我自己去查了以后 发现真的是处女座 那你觉得你哪里有可能有点像处女座的 解僻吧 给粉丝的三百万福利准备了好久了 打算什么时候发现吗 也没有好久 本来我是想学一支舞蹈的 作为福利 然后昨天我看了拍下来的视频 实在是太丑了 跳的 我不好意思拿出去 然后再另外再准备吧 我再想一想 你目前有什么计划吗 新的计划 秘密 这不能说 请向我们下期嘉宾提个问题吧 提个问题 过年碰了多少斤啊 规则在任务框中随机抽取纸条 并按照上面的要求完成相应的任务 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接受惩罚 什么惩罚 就是要用你的iPhone前置镜头自拍 准央发微博 那完蛋了 我的眼纹全部曝光在前置下 请用15个词或短句 形容一下你心里的行着铃 演戏认真 是不是15个词啊 15个词 15个吗 高 富 帅 认真 碗蛋 幽默 幽默 活泼 可爱 善良 能吃 努力 积极 上上 戏好 很会照顾同伴 然后 我下来看 什么 笑顺 再来一两个人 请张琳给我发红包 请分别模仿一下红明昊开心时生气时肚子饿了看到美食时的样子 我 红明昊已经是我两年前合作的了 可以给我打个特效吗 努力 努力思考 开心时 红明昊开心 红明昊开心就是 还有什么 生气 生气 没啥生过气吧 有生过气吗 然后看到 看到美食 啊 这个好吃 差不多了 不要打我 最后一个 来个粉色的 这个不会徐开吧 请现场给自己构思一个具体的反派角色和一句话台词并演绎出来 反派 一个幕后的 鱼老爸 然后 他对 他对他 底下的一个下属 说 如果今天晚上我看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明天我就让你在这个世界消失 有气 就在你身上吗 好高 最撩最有料的明星专访 尽在百度视频 我在下方评论区等你来撩